什么是标题1呢? 标题1A是美国政府最大协助教育规划 标题1的资金是用来帮助学生需要补习热读和数学科 这样学生就可以达到正确的水平或进展 标题1A的方案要求 一年一度的回估 意思是每年标题1学校必须跟家庭一年一度去回报计划 还要挺求家庭的意见 科程和指示 今年课室的课庭是叫FORWARD 全部学生会得到大组织或小组合指示去评估年级目标水平 学生被确定为需要格外的热读支持 会接受30分钟的小组合热读辅导 评估和监视 我们学校用聪明平行和阅读物品去评估三年班至五年班学生 二年级学生就得到基本阅读评估 幼稚掩子一年级学生就有个DIBLE评估 即是基本提填读写能力评估 老师会分享你们小孩的评估结果和年级意料 标题1A阅读 幼稚掩子一年级在一年内有三次阅读基础评估 然后有两次DIBLE 即是提填读写能力评估 学生需要更多的帮助会得到格外的标题1A运作 父母的权利在ESEA 即是拖中等教育法 父母可以要求知道小孩的老师的专业资格 父母可以要求和学校主任会议 父母可以吸意见去帮助他们的小孩 父母可以参加学校活动 父母可以重温标题1A计划和吸意见 父母参议政策和父母老师学生协议 每一年每间学校会寄出一份 父母参议政策和父母老师学生协议书 给父母参考 年度文件有目录 给家长或临时保母有不同的方式去加入学校政策 每个社区学校会员都可以支持学生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请联系你的小孩的学校标题1协议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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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eniyat 订阅aines 最后 期教会幻 8 订阅 调校标题1 正уз